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访元十一不遇 洛阳访凯子 江岭坐留人 文说梅花枣 何如此地春 作者 孟浩然 字浩然 唐朝湖北襄阳人 年少时隐居在路门山 喜仗义勇为 旧人危难 人称孟路门 四十岁因尽时落地 漫游无悦山水 他和王维都是藏代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 合称王梦 雨意 我到洛阳拜访好友元才子 没想到他被流放到大鱼岭去了 听说那边的梅花开得早 但是 如何比得上家乡这里的春色呢 诗中有画 诗人梦浩然 是湖北襄阳人 北上洛阳 寻访好友元十一 不料 好友元十一 因为抗圣旨 被免去官职 流放到大鱼岭 孟浩然 于是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君子 达则千善天下 穷则 足善其身 人后的君子 在显达时能广布恩泽 德化天下苍生 贫困时 也能顺其自然 秋身养得 而江陵的气候温暖 梅花早开 恐怕元才子 在春梅的美景之下 早已流连忘返了 孟浩然 提醒之心好友 南国风光 哪级的上故乡春色 可别忘了回家啊 诗中 以梅花比喻元才子 接忍高洁的品格 又已何如此地春 期盼好友 早日返乡 共享洛阳春光 正呈现出 温柔尊厚 且哀而不愿的诗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继续